纽约大法拉盛商会近日正式成立 并在法拉盛市政厅举行了会员礼事就职典礼 请看报道 皇后区区长凯兹 州参议员史塔文斯基 市议员顾雅明等政要 将商会颁发褒奖 赞扬商会为社区经济发展提供的贡献 商界人士近百人出席就职典礼 商会目前已经确定关注教育 倡导和建立联系三个方面 商会将会根据需要帮助商家 发展令商家看好 这是新唐人记者陈小天 唐成在纽约的采访报道